那阳光已经达到了24小时都在大慈大悲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还达不到 我们现在透过对风的痛苦 面对重心去做一点慈悲 那哪一天你就变成一个永恒的慈悲 那这个永恒慈悲像阿弥陀佛一样 你只要念阿弥陀佛 祂的慈悲就圆满来 你只要念观音菩萨 祂的慈悲就永远来 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的慈悲是永远在的 但是要对着有缘众生 没有缘 你不想要离苦 那力量就不大 如果你能够念祂的名字 就像各位在绕佛塔 那个佛塔本身就是一个佛的法身 乃是三身的功德 那只要一只苍蝇 一只蚊子 那它飞过去 然后它就得到这个 绕塔的功德 就可以消灭业障 第七 自心本性横食不离慈悲与空性 对于自心本性 这一切都可以用吉美零八的法教作为总结 那就是 一起念 来 自心应横食不离慈悲 慈悲应横食不离空性 正念觉知 则因横食不离空性 此乃 关键教导 那各位你要把它 稍微把它毒熟啦 甚至把它背下来 然后呢 如何让我们的心性 本体 横食不离开 慈悲与空性 欧玛尼别命好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清净大悲的意思 南无观神菩萨 内观自在的智慧 万观众生的平等大悲 那如何保持这个正念 所以自心应横食不离慈悲 那既然 我们就是在慈悲的时候 当下要了解三轮体空 又没有一个你 也没有一个我 当下这个给你的钱 这些东西 也是一个幻化的空性 那你要净化它 你给它钱 对方还骂你 哦 正好修行 因为你没有一个我 不然你有个执着 我给你盖三轮 你还对我这样 那你就 你又离开空性 所以我想 今天你去帮着一只 有毒性的 它掉在水里面 你用手去把它捞起来 它就会咬你 我明明会给你救你 你为什么咬我 它咬我是它的天性正常的 你不会为这个东西起烦恼 但是救它是我该做的 你就继续做就好了 但是你要懂得保护自己 那更好 所以不离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事实上这个世间的射受想形式 我们所谓的无韵 它本体也都不离空性 所以要保持这个正念觉知 虽然我们在思维慈悲 在思维空性 但是你要了解 连这个思维的本体 也是个幻化的 没有一个我在思维 那经常保持这个正念 八 了解业力 因而能调伏自心 生起慈悲 一 由于我了解业力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才能不被战乱中的痛苦所击垮 因为业力来了 不是别人害我们 是我们过去所造的 那业力的盆体 也是空性 业力可以透过忏悔 修复而消除 所以并且能够忍受煎熬 而创造未来的安乐 所以我们来这个世间 是来消业障 是来被讨债的 要欢喜接受 所以能够忍受煎熬 然后但是我要积极 我绝对以后不要再造这个恶业 我要帮助所有众生都造善业 对于业力的了解 让我们获得了自主 原来这个都是我们自作自受的 且如今时时刻刻都能安乐 所以快乐不是你的身体 健康或生病 快乐你是有个超越 世间痛苦的心态 由超越变成大悲 为什么 因为这个生病用我承受众生的痛苦 所以这个叫不但调伏自己又生起悲心 第二最重要的是要了解 业力就在你的心中 佛陀说彻底调伏自心 此为佛陀法教 这个业力为什么会现前 因为你的烦恼习气 它业力就现前了 如果你的烦恼习气不起 那这个业力就可以超越 不断地在进化 所以你现在得癌症 那你就不要生气了 你的个性全家都知道 看你有什么个性 太急啊 太骄傲啊 太能酷啊 话又讲回来 佛陀说彻底调伏自心 此为佛陀法教 佛陀并没有说彻底调伏他人的心 这句话记得住 很多人就想要去改变别人 起心露名 所以我今天讲的重点 你要改变你儿子 你要改变你先生 来自于改变你自己 你自己改变了 对方就改变了 你不要一直在刺激对方 我们必须要清净的是 自己的心 当你清净自心时 必须借由家人朋友 等生活周遭的对象 来开始进行 所以各位你必须去面对众生 对众生慈悲 接触众生 来调伏自己的内心 因为面对这些因缘 你才会知道你的起心动念如何 第三 我极其希望 你们所有人都能将此铭记在心 并对彼此起慈悲 更要爱你的父母 老师 国家 便将这份爱 扩及一切 有情众生 这是老人迫切的悲心交代 所以我这样讲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我们千万不要去抱怨 对整个世界 以这样子的接纳的心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对立 夫妻关系的对立 兄弟的对立 党跟党的对立 民主跟国家 众生跟众生的对立 人在杀动物 所以最近又开始杀了 最近加拿大 每年要杀死38万头的海豹 残杀它 最近那些海龟又开始被抓了 抓了很多 在海南岛 在印尼 我觉得我很赞叹台湾 台湾是把海龟当作守 保护动物 事实上小琉球海龟多的是 你要看海龟吗 其实小琉球沉水一下就好多了 但是它被保护着 但是当然希望 我们的政府那天了解佛法 保护所有动物 但至少在海龟得到保护了 但是我们也要不断地回向 那些被杀的海龟 那为什么人会去杀动物 这就是因为对立的观念 而不是一体的观念 所以你为了要帮助 别人消除这个对立的心态 你必须在跟他相处的原形举止里面 表露出这种 这种无法用语言形容这种平等的接纳的心态 而不要一副我受委屈了 也不要去讲对方错 但是当然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心态 但是透过我们去看到别人对立的痛苦的时候 来生起这种出离心 然后我不能再有这个对立 因为我也会生病 我也会贫穷 我也会被强暴 这种夜暴 但是我要守护我的心 安住在一个平静悲心 而不是这种对立的心态 然后也去帮助对方 第四 我们将来都会死 只有这颗慈爱的心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念一下 怀着慈悲心而死亡 请问会去哪里 极乐世界 不然你就是一个大菩萨 如果你有空性加上慈悲心 你去不去净土到无所谓 如果你只有悲心而没有空性 那你就来投胎做人的时候 你继续贪嗔痴造恶业 那你就 而且你还有一点福报 那对你来讲非常糟糕 所以各位一定要 怀着慈悲心 进入极乐世界 是要正的空性 你才有一种大慈大悲 那个时候你投胎来这个世间 不管你做什么 都安住在这种阿比拔字 不退转的空性 那这样你才是真正在度众生 所以那无论如何 各位现在在面对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面 不要对万事万物产生分别 只有一个悲心 一颗石头 一个花 喝一杯水 用个牙刷都要 念一下 谢谢牙刷 谢谢马桶 你不谢谢马桶 马桶来一天 啪 裂开 水不通 对万事万物 因为它帮你生命存在 自来水 马桶 毛巾 这个是透过这个修行 因为就像我现在这边来 谢谢麦克风 让我不用用喊了 谢谢各位 让我保持正念 你如果没坐在那天 我怎么会说得认真呢 那我就不能实修这个 我会 我讲一遍以后 我就会记在我心里 我就会用在我心里 所以 世间都是假的 慈悲心 才是我们的生命 因为慈悲 所以发起菩提心 因为慈悲心 所以我相信因果 因为慈悲心要圆满 所以我一定要 阵入佛性 空性 那 生生世世带着这个 空性的慈悲心 那么 来 让众生看到一个光 觉醒的心 佛陀就是一个 永远的觉醒 让我们去 学习它 这样真快乐 好 重不重要 各位把它看完 我把十本 感千仁波切的 的著作 把它看完以后 整理了一些重点 我很喜欢 全部到围看一遍 然后再整理重点 给各位 因为这是我做一个 出家人应该做的 因为我知道 各位没有我们 这么多时间 看完这么多经 论 但是出家人 想花很多时间 整理这些重点 给大家 请翻到八十四页 我看各位精神 还不错 八道夭夭 现在全心疼 现在才十一点二十 还不到 二到那个阶段 慈心悲心 菩提心 最重要了 这是我们大乘的纪律 一 菩提心是六度的基础 我们为什么要去 布施世界 忍住 为了要 什么叫菩提心 来 为度众生 愿成佛的心 那你有这个心 就要变成怨 那你要去做 所以有这个心以后 所以我们要自立立它 就是要悲之双印 要断烦恼 要利益众生 所以菩提心 是六度 波罗蜜的基础 要修慈心与悲心 要恒常的利益一切众生 那菩提心 你既然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 那就要修慈心与悲心 要永远不退转的 就利益所有众生 众生度谨方尘佛道 二 那什么是菩提心呢 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 了解众生都是我父母 了解众生都有一个 自心本性 空性 大乐的心性 但是他却不知道 却在造恶业 却在轮回受苦 所以觉是清静的意思 那你要觉 那你就要清静 消除自己的自私自利 自我解脱的心态 要觉悟这个 悟呢 悟就是到达 所以我要到达 开悟了 我要到达 这样一个 消除自私自利 愿众生都离苦得乐 所以这个叫 到彼岸 波罗蜜 所以也就是 要到达能够生起利益一切众生的心 所以能够去除利益自己的想法 产生利益众生的想法 这就称为觉悟的心 所以 不为自己 因为根本没有我的存在 要去除利益自己的想法 不管各位去做什么 不要有所求 为了我爸爸健康 为了我堕胎小孩赶快超度 这还是没办法 讲的是世间法 如果你真实发起 无分别的 这种悲心 菩提心的时候 这包含了你的小孩 因为你的小孩 而发起这个心 可以 然后 因为这样的心态跟行为 他一定得到 离苦得乐 但是不要 把所有的功德 就变成 你为了要消除你的病苦 那这样你的功德 就不能成为 无上菩提的质量 因为在你小孩超度以后 这个功德就不见了 不是没有福报 福报还在 但不成为功德 三 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因为原想菩提心 来利益众生 这就是一种实修 所以用菩提心来打电话 用菩提心来洗碗 用菩提心来上班 菩提心就是要 以慈心悲心 来利益所有众生 让他们成佛 所以你用这样来工作 来生病 所以这样叫实修 实修不是光打坐 念仪轨 但是打坐念仪轨是 一种禅定 让你维持这个心态 好让你用在 日常生活待人接物 所以能令众生 产生慈心悲心 就是真正解除众生 痛苦的方法 这也就是实修 所以我想我们放生 我们就希望这些鱼 也对所有众生 产生慈心悲心 我们去施死 恶鬼道 我们就希望 这些恶鬼道 被我们的慈心悲心感动 而成为不会伤害众生 而想要帮助众生的 护法神 他就升天了 他就去极乐世界了 所以爱去 用爱 用这种实修 去感动对方 就像撒冷魔王 杨洁姆罗 被佛陀的爱感化